美国最近真没闲着,不仅对我国提高关税,还禁止其他国家购买伊朗石油,并且扭头找借口制裁俄罗斯。 现在,又把毒手伸向了土耳其,特朗普政府把对土耳其的钢铝关税提高一倍,其实美国和土耳其的关系,在今年6月,就已经出现了裂痕,美国对土耳其加征钢铝关税,土耳其这个血性民族,怎么能忍下这口气? 于是当时迅速决定对部分美国商品也加征报复性关税,到了最近,美国牧师布伦分涉嫌,在土耳其从事间谍活动,被土耳其警方抓了,因为拒绝释放牧师。 所以美国大怒,决定把对土耳其钢铁和铝产品加征,的关税分别提高至50%和20%,这直接导致上周里拉对美元的汇率一天之内暴跌了18%,而美国和土耳其这对北约盟友的关系,也像里拉一样一泄千里。 那么,土耳其眼看要完,不,就在土耳其经济陷入危机之时,就是主来了,卡塔尔王国承诺,向其投资150亿美元,就在卡塔尔埃米尔,国王的意思,阿雷萨尼对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做出投资承诺之后,里拉马上崩涨6%,最大速度地降低了美国制裁的负面影响。 事实上,面对特朗普的施压,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早就准备好了三板斧来对付,第一,迅速回击美国的蓄意攻击,你提高我的关税,好,那我比你更狠。 据路透社报道,埃尔多安15日签署总统令,宣布将美国承用,车,烟草等22种产品的关税也提高一倍,其中,承用车,120%,酒精饮料,烟草,60%,此外,化妆品,大米,煤炭等关税也通通翻倍。 不仅如此,他公开呼吁土耳其人团结一致,抵制美国的苹果手机,我们将抵制美国的电子产品,如果美国有苹果手机,其他地方就可以有三星手机,我们还有维纳斯手机和维斯特尔手机。 此外,埃尔多安还呼吁土耳其公民抛售外币,以支持里拉,如果你的枕头下藏有欧元、美元和黄金,请立即到银行换成里拉,这是民族的斗争,我们是在为独立和未来而战。 埃尔多安表示,土耳其已经开始把外汇换成土耳其里拉,将能抵御住美元、汇率和利率问题。 第二,寻找新盟友,就在特朗普在推特上发文,趁已授权对土耳其双倍加征钢率关税后不久,埃尔多安就马上和俄罗斯总统普京通了电话。 根据媒体的报道,两人在电话中对俄罗斯和土耳其的经济和金融关系感到满意,并且达成了共识,将在军工和能源领域展开合作。 此外,在8月13日,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还亲自访问了土耳其,与土耳其外长举行了会谈,这表明,土耳其已经在脱离美国,对俄罗斯投白送报。 其实土耳其的新盟友不止俄罗斯一个,网小了说,伊朗也是,因为就在美国相继对俄罗斯、伊朗和土耳其宣布新的制裁措施之后,三国开,时报成一团,仿佛约定好一样,纷纷宣布抛弃美元,用各自货币进行交易。 明眼人一看就知道,这三个国家在联手对抗美国的压力。 第三,找到大靠山,这个大靠山就是前面说到的卡塔尔王国。 要知道,虽然土耳其与俄罗斯,现在是哥俩好,但是,俄罗斯穷啊,他的经济上根本帮不上忙。 就说2002年至2016年间吧,土耳其只有6%的投资是来自俄罗斯的,那么卡塔尔为什么在关键时刻愿意伸出援手? 这还真是因为土耳其之前击下的德,原来在2017年的时候,沙特带的一众阿拉伯国家,突然宣布,与卡塔尔断绝外交关系,甚至有出兵干涉的势头,在四面楚歌之时,是土耳其站了出来,公开对卡塔尔表示支持,向其提供各种物资援助,并且承诺帮助训练卡塔尔的安全部队。 要知道,在中东,土耳其的战斗力可是数一数二的,正是由于土耳其的帮助,卡塔尔得以渡过拿关,那么如今土耳其有难,作为超级富国的卡塔尔,给点钱又算什么? 综上所述,虽然特朗普凶心勃勃,但埃尔多安也不是善主,两虎相斗,一定是一场好戏,那最终谁会赢呢? 小书童在此不敢妄下论断,但有一个信息很关键,就是欧洲人绝不会放任土耳其被欺负而置之不理,倒不是因为欧洲国家跟土耳其的关系有多好,而是土耳其如果垮掉,美国更无法无天不说,光是土耳其的那民,届时就会浩浩荡荡涌向欧洲,这岂不是欧洲最大的噩梦,责任编辑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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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订阅